老公也要跟我离婚 他现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家里面都已经没钱了 那么我老公的意思就是说 这么多年了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整理一下这个账呀 赵女士说 自己通过支付宝账单 微信转账 信用卡消费记录 统计了一下 2011年到现在 在那家美容美发电消费的金额 粗略算下来 有150万之多 也就是平均一年 有差不多15万 这一点感觉都没有 是的 我到这次拉账单拉出来 我才心里感到难过 我才感觉到有点不对劲了 所以说老公 自己也觉得有点夸张 对 老公天天跟我吵架现在 你这个花了150万 都能开一家这种店了吧 就是 赵女士告诉记者 之前自己是在印上美容美发电消费 后来换了新店 她的档案也转到了 现在这家百生美容美发 做什么项目呢 要花这么多钱 对 因为当时消费的时候有让我冲卡 他们假如说业绩还不成会让我冲卡 然后那个就是还会有这种强卖强卖的那种 然后就是有那种欺诈的那种 因为那个时候可能就是被他们忽悠的 就是说那个套路说的反正就自己都没感觉了 做哪些项目呢 有做美容的 也有做身体的 也有做什么刮沙 然后是像其他的这种经络推拿 反正什么东西都有 因为他他比较爱往这里跑嘛 是不是啦 那我也专门在提醒他你有什么跟我说 但他们都是他们也叫他瞒老他 或者他自己可能也怕我 钱花得多了嘛 也不敢说嘛 到我这里 后来家里没钱啦 牵了一屁股在啦 那我知道瞒不下去了啦 说白了就是 陶先生说 夫妻俩平时做一些小生意 妻子把货款都拿去充值了 现在信用卡加上外面借的钱 加起来有70多万 赵女士希望百生美容美发店 能把他未消费的钱退给他 第一他们所有的消费我们 就是还没有消费的 在这个店 我们肯定是愿意去退还的 因为每一个消费者他说 他每个消费者他都说 我不想在你这消费了 那很正常对吧 那我们就说 你不想消费了 那我们去跟门店去讲 说这个客人不想 这是消费了 那我们把它退掉 那我们程度又要退的 我们没有说不要退啊 小胡说 这家店是去年才开的 赵女士找过来以后 店里统计过 赵女士从门店开始营业 到现在的消费 算下来还剩下一万到三万左右 这笔钱算清楚后 是可以退还给赵女士的 那咱们这边统计过 有没有像她说的 陆陆续续充值的话 大概有一百五十万左右 对 你说去拿出来 你想想我们这个店开到现在 我们会成做有行政的 几月份开的 去年八月份开的 去年才开的 对 反正转过来的 转过来的 我们老婆一直跟她们开店的 就是她说的以前什么以前 我是肯定不知道的 我也没有办法知道的 你不知道 对吧 我要不要打你一拳 你不知道 我要不要打你一拳 别激动 你敢说 你敢说 哎呀 我不要说我 我不要 我不要良心的话你 哎别别别别 你先听他说 你先听他说 你别别别动手啊 你慢着良心你 你没事吧 你发了我的钱 你还说没有啊 你 现场小胡报了警 在等待民警的过程中 赵女士电话联系了老板张先生 但电话无人接听 民警赶到现场之后 将双方带回了派出所 记者从警方了解到 赵女士的事情 目前工商部门已经介入 一周之内会给双方协调 如果协商不成 建议赵女士通过法律途径处理 要把黄剑记住报道 请不吝点赵女士通过法律